字幕提供 香港時間清晨3點 剛剛就 我都在聘會 所以時間今天就遠一點 但我今天都要維持細節 今天不維持細節也搞不定 有一節7點 有一節可能很晚 我也不想這麼晚 因為對我來說不太好 明天早上一早起床 或者可能是明天一早早都不出奇 視乎安排 可能是明天德國時間一早早都不出奇 但這件事我就覺得 香港的證監已經去到一個 無法無天的地方 因為正常來說不應該這樣做 正常來說 這件事是這樣的 於稟海手上南海控股的股權 就抵押了給別人 那你欠人錢 就說不得到 就沒收抵押品 沒收抵押品很正常 昨天沒收了一批抵押品 於稟海的前妻和兒子的抵押品 沒收抵押品 沒收抵押品 已經過了回應 問題是 這批股票應該不屬於愚蠻海的 如果你落了 因為抵押股票一般就是 由一間有限公司持有 那間有限公司就由 那它就在公司註冊處有一個押記 那公司或者個人擁有的股票 名義上都仍然是屬於 愚蠻海或者愚蠻海的家人擁有 或者愚蠻海旗下公司擁有 是這樣的 只不過是 如果有限公司持有的 那就會有個 在公司註冊處那裏 如果你是個人持有的 那個人持有的 就有個抵押合約 即是那些股票的文件 就在 或者在倉上 通常一般的做法 就在指定Seekers的倉上 指定的政見公司的倉上 就放在指定的政見公司那裏 一般都是這樣做 但是呢 很奇怪的 現在就過了戶了 就連愚蠻海的前男子和兒子的股票都過了戶了 過了給中信證券旗下的一家公司 所控制 那過了戶就 愚蠻海很明顯不是最大的股東 對不對 愚蠻海很明顯 愚蠻海為什麼還可以做 他現在仍然是主席 可能那些債權人 還未開股東大會 還未開股東大會 如果在股東大會上 還要動他 那他就會被人放掉 但是現在的問題 愚蠻海 沒有這一堆股票的控制權 理論上就是那些政見公司 變成了實質的控制人 但是 南海控股都還可以發聲明說 這堆東西 都還未構成股權轉換 我想問 你憑什麼還未構成主席轉換 愚蠻海和那些債權人之間有什麼協議 正常的債權人 拿了一堆股票 我去賣也好 我什麼都可以繼續持有什麼都好 那一堆股票就是作為他 沒收了他的 他沒有辦法償還貸款之後的一個補償 這就是抵押品的意義 你沒有的話 我想問 我質疑這件事 他是用抵押品來抵償欠債 原來是抵押品的意義 那我想問 你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香港發生了什麼事 怎麼可以這樣呢 如果這樣都可以 那那些欠債的上司公司 那些 怎麼說債 手掃走 然後債著我了公司股票之後 然後還可以這樣玩 還可以控制公司 這是什麼道理 雖然我都控股了長期停牌 我沒有持有任何南海控股公票 但是這個不合理 這個公司架構 你搞什麼 那件事不合理 不合理 所以我就覺得 這件事 我覺得是 有一個很明顯的 證監和 香港交易所失職 當然 其中一個我猜的原因 就是因為那堆 你沒收了那些證券公司的股票 那些證券公司 那些是中資證券公司 中資證券公司 那中資證券公司 可能是他沒收之後 他就收到黨的指令 就說 要於品海再坐一會 就是於品海可能是 兼負黨的任務 所以要去再坐一會 但是不管怎樣 再坐一會都好 你已經股權上 可能是怎樣 新的股東也是怎樣 是同意繼續由于敏海先生擔任這個香港01 可能是沒問題的 你股權召喚了就股權召喚了 股權召喚了的上市公司就要Pay O 不用Pay O 這個不適合股權變動 這是什麼邏輯來的 如果你不適合股權變動 那你為什麼要把于敏海手上的股票轉過去 轉過去中信證券 這件事完全不適合 完全是匪夷所思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 在北京現在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 最吸引可能就是 中國有很多東西可以繞過所有的規矩 可以玩超技術 其實做金融最怕超技術 你不要搞DOTOR EVIL TRACE 這些東西出來 以前就有一單叫DOTOR EVIL TRACE 就是CITIBANK 有些貿易的 玩超技術 玩超技術 玩得過了火 所以 如果你知道哪個是DOTOR EVIL 你就知道這個名字都幾交 因為 這個是BORN TRADER 2007年的BORN TRACE 他的計劃叫做DOTOR EVIL CITIBANK那把銀子都想出來 所以叫做DOTOR EVIL TRACE 因為就是看Austin Power 那部電影 那些銀子都想出來 所以叫做DOTOR EVIL TRACE 但你不問 問題就是 西方的債券市場 或者市場 可能有一些超級技術 擺明是超級技術 的事情 但是就是一單兩單 就不會是明目張膽 由證監到交易所 都是怎樣 不斷放水 任由你這班人玩超技術 如果這樣的話 隨時一街都是EFOO TRACE 這樣玩法 怎麼去玩 走人 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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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接著 恆大汽車 恆大汽車的公司 搞到這樣做 居然可以復派 結果那些人就沒有雞腳 不斷扔貨 接著 你說近來不跪圓 搞到他爛到這樣的款式 不跪圓 隨時爛到不恥人認 隨時是金融海嘯的起源 又不理 證監和港交所沒有出聲 這間公司的管治問題 你現在南海空谷 這樣玩超技術 沒事 轉讓股拳都不叫轉讓股拳 我就說What the fuck 你看到這件事 香港的股票市場根本不能玩 因為太多監管 那些這樣的痴癮線 就是 我覺得完全是 你說匪夷所事的痴癮線太多了 這個不行 如果是這樣 你於品海這樣玩法 這樣也可以 以後很多中國的公司 隨時地產公司 那些股票都輸了 那些低壓 那些低壓品就落在那些證券公司手上 那些證券公司就不知道收到黨的指令 就繼續由那些人拿著股票 沒有股權變動 那這件事匪夷所思 這是什麼公司管治來的 公司的ownership都可以這樣做 那些股票 所以你說這件事 香港人有經常說什麼 倡議 你自己是樂骨群傳媒 你說到什麼倡議 說到自己這麼大的事 現在香港人有一個媽媽 是這樣的玩法 不是這樣玩 香港還是金融中心 香港還是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 是融銀作用 叫做金融中心 就是wtf 看完之後 你怎麼可以這樣 這件事不可以這樣發生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說 南海公司現在是 who own it this is a question but you know 這個肯定變成state media 但是現在很肯定就是 香港人哪一個黨媒 國營傳媒啊老闆 跟TVB一勾養啊 TVB啊 人民會彈那些 State Own Media State Own Media State Own Media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話 香港營一所有的那些 頻道那些 那些內容 你可不可以 如果香港營一已經是 Own by Chinese Government TVB也是 State Own Company 應該是否應該把香港營一 和TVB定義為State Own Media 就是這個是 Own by Chinese Government 的媒體 我覺得應該說清楚 就是說 RTHK 是 as a part of your Chinese Hong Government 那它一直都有 那些披露的 因為是Wikipedia 但是如果這樣而言 TVB 和香港01 是不是都應該 加入 這個是 Own by State的媒體 呢 TVB 也可能還有少少位 走 香港01 我想現在超過一半的股權 是由Government Own Company 擁有的話 那些證據公司 是國有的 如果是Under State Own的 那我為什麼要 當它是一個私人傳媒 這件事是不合理的 這件事 所以香港01 更加是黨媒 當然這種接管的原因 我相信 這版本不是真的那麼有錢 這版本是白手套來的 應該就怎樣 它不是真的有錢 以前 黨就借它的名字 到處去買傳媒 因為它是 相當加拿大護照 然後到處去買 買不同的傳媒 那 多維 多維就被他搞瘦皮 以前多維是 有些人 所以這裡不翻譯中國觀眾 不過 多維是什麼傳媒 大家都知道 多維在 這個 極於貧 在收購之前 是一個比較自由派的傳媒 就是 多維是說政治無話小說的 他以前總部在纽約 河香搞的 那 但順便開明顯是一派手套來的 不用說了 也不可以 沒有這麼古怪的 鼓權安排 但是現在簡單說 你這個擺明是 中國總統無法 沒有收到 即是它是State On Media 那你YouTube 你就責任是State On Media 但YouTube 現在在那邊 Where is YouTube? Where is Google? 我要求很簡單 標回香港01是黨營傳媒 標回TVB是黨營傳媒 講完 你有沒有當它是私人傳媒 讓人知道這個是黨的 有些黃營的人還要看香港01 我心想不要玩啊 香港01已經是 之前已經被人說是黨營一 但現在就更加是黨 因為那些主要股權 已經是奴隆掌握在中信證券手上 中信證是直屬國之位 直屬國之位就是國有傳媒 已經是國有法 不要玩啊 甚至就是 正常的衣品可以欠這麼多錢 應該被人一早申請破產 但是欠了這麼多階數 你這傢伙神引了這麼可愛 但是現在好像沒有東西 他根本就是白手套 現在就是怎樣 時間到了 是的 於品開就把ownership 交給真正的ownership的機構 因為中信是可以擁有媒體的國有企業 中信有出版社 中信有一個中信出版的 中信是可以 好像蘇聯的寡頭那樣玩 俄斯的國寡頭那樣玩 俄斯國營天然氣公司都有它的媒體 一九樣 這件事我看過很 很匪夷所思 很不正常 我為什麼會這樣 這件事 不可能 所以你說這個 於品開是不是還是南海控股的股東 我有一個很大的question mark 這件事完全不 如果你證監或者 香港交易所不需要交代的話 當然他停了牌的股票 大家會覺得對股東的利益冒損 但是我覺得香港的公司 市場的監管 就會越來越得 向黨的利益 當一個股票市場 每次都向黨的利益 你傾斜就認識這些賭場 賭場最重要是公正的 你賭場規矩公道才有人賭 沒有的 因為這樣才知道 賭運 你不是賭運 但是現在這樣 跟賭運有什麼分別 沒有分別 沒有意思 我覺得這樣真的不多 這個是一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 media 有什麼可以做 你要控制成本 控制得很好 因為你的廣播信息 你會說 我跌不跌得太厲害 我不會跌得太厲害 因為我產業沒有那麼好 但我是用4K 用4K有好處 Google有要求你用4K 有原因 為什麼要用4K 因為不是靚仔 我狗知道我不是靚仔 你猜我不知道我不是靚仔嗎 但是我不會覺得自己 英俊瀟灑 爛岗北擊 我不會的 但是我沒有玩 我是一隻Eocca 你作為一隻Eocca Eocca 只會有一個奪頭奪好的 一隻鴨嘴修 一個奪頭奪過的鴨嘴修 你怎麼可能覺得他英俊 你怎麼會覺得他英俊 沒有東西的 這是Google要求的 但是Google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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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Google是這樣的 香港人是怎樣很喜歡的 是這樣的 而Content就不用跟人規矩的 或者覺得跟人規矩是按鈎的 不好意思 這是Google主場 你不跟Google規矩 就說他會混蛋 他不派traffic給你 他不派錢給你 是應該的 是應該的 所以 沒有的 有些問題就是香港人一 那種營運模式 香港的傳媒問題就是 人們以為《蘋果日報》死了就可以 有一點 第一 《蘋果日報》死了之後 人們就更加不相信傳媒 結果就是香港人全部不用傳媒 因為明知TVB Now 有線那些全部都說謊 我看來更加沒有國黨 假裝黃 吃屎 現在《明報》就算好一點 因為《明報》 《明報》也屬於外資勉強來說 就是 張曉卿吳強勾 玩得太過的 他玩得太過就沒有這個市場價值 但他就是沒有市場價值的 但另一件事情 我覺得傳媒是寒冬 我也覺得是 其實就是那個經濟 如果你的讀者主要是來自香港 譬如超過六成、七成來自香港 你就會大溝和 因為你看到香港的經濟是在崩潰著的 香港的經濟是在崩潰著的 傳媒的廣告是哪裡來的 其實很快就醜虎中水建交很快就知道了 但是我們第一個廣告的關 每年是十月 十月是感恩節 Fansgiving 之前那個 萬聖節之前是一個高峰 九月十月是一個高峰 一個廣告的高峰 這個是跟西方的pattern 應該香港的廣告會出事 在香港的零售史上那麼差 那你香港的人 你放些什麼廣告進去 你更加不要地產商 地產商是怎樣的 地產商是怎樣的 一個親海逆第二期 你成哥敢訂貨已經怎樣的 一群人都很富貴 你想到想到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你想到的 所以你現在這樣玩 你香港01 你香港01 你的traffic很多是留的 我知知的 所以就是你訂香港01 我會踢你出去的 因為我不要這些traffic 我不要這些黑衣 traffic 你這樣搞法 你這麼真都抓小 所以你看到那些 如果突然間突然間 有些黨型的media 或者假裝是黃的media 但是黨擁有的 突然間倒閉了 不要意外 沒有錢 北京沒有錢 北京沒有錢 我哪有budget去維護這些serve 或者相關的那些人員 你沒有point 這件事不行 所以你 醫品學會這樣 OK 很多那些黨型媒體會這樣 OK 很多所謂香港的私人傳媒 沒有地產公司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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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個這樣 至少商業機械 政府也不會救 也是爭 因為怎麼救 怎麼救 那些人都是看黨的事 因為私人傳媒撿了 我求之不得 你傳媒愉瘡敗了 所以現在公關沒得做 做傳媒做記者沒得做 你說做youtube 一定是向海外做 因為海外第一 你用海外戶口 第二就是海外戶口 你現在有嚴謹自由 你可以說一些就是香港市場沒有的東西 你說我們海外的KOL 幹什麼就是香港市場不敢說的東西 所以你見到劉靖那些人 那些who and song 不斷 或者 什麼水那些who and song 又說 那些什麼海外什麼什麼的 那些 你這樣在香港說嗎 是吧 那更何況這幫人幫黨的做事 黨沒有budget的事 他們也很糟糕 因為香港的傳媒是OK的 現在大部份的budget都是黨 但中共一爆 你也知道什麼局面 我這裏從來都不靠黨 我這裏怎麼說 不要中共有關的廣告 有關的廣告 有關的廣告 你想一下我 我這個營運方針 你也知道 好 沒事的 我就看著你們 看一步怎樣 我看到的是 由於品 於品 一個是監控問題 另一個是媒體的問題 媒體 應該 死得七七八八的 傳媒寒冬很快 傳媒寒冬很快 傳媒寒冬 經濟大寒冬 經濟大少少 經濟大少少幾十年 經濟大少少要好外價 要好外價才回復 特別的現在中國的資產黑洞 那是真黑洞 任何人吸進去 非止止止傷 我沒跟他開玩笑 那是怎樣叫人買樓 黑洞來的 你自己懂計 用財務學基本知識 你自己計完就知道 那個是黑洞來的 你被黑洞吸走了 連命都沒有 你還有什麼好說 好了 下一集就講到這裡 下一集就 約我香港時間 早上 然後 因為我明天要早起 所以我明天可能 會是早上 即是德國時間早上 即是香港時間下午 我沒辦法 This is not a good time but I have to do it 這個 沒辦法 我都要就我做事的時間 好嗎 我先講到這裡 在這裡 我會去看 請你 我曾經 有限 一場 那請聽